秉持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 让人生命更美好的金融公司 OK中讯国际集团 以让世界看见台湾美 提出了十年计划回馈社会 举办走入原乡OKRUN 公益路跑 以带动当地观光和经济发展 第五站今年是来到了花莲的玉里 并且在918地震满周年的前夕举办 要为玉里乡亲来打气 OK中讯国际集团 继台中古关 苗栗泰安 新竹坚实 宜兰南澳之后 第五届OKRUN 今年9月17号 在花莲县玉里镇中成国小开跑 集团创办董事长陈迅宏表示 这项十年计划投注了 总共有6000万元 协助原乡观光与教育发展 这个路跑能够趁这个机会 自助性的行销 把玉里镇所有的产业 以及地方的美食 地方好的文化 透过他们的这些自助性行销 然后未来对于我们 玉里镇的产业跟产品 以及人文的这些行销都有所帮助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非常谢谢 玉里镇公所在我们的农业客 圆明客 产业观光所 都已经一起配合 让这一场的活动能够做到尽善尽美 玉镇公所表示 玉镇有21个阿米族原住民部落 不仅文化之美令人动容 各项的农特产工艺等等 更有在地特色 因此也欢迎选手来到玉里镇 能够走读体验认识部落 很高兴我们所有的展望来 还有各位有情有艺的朋友来为我们集气 让我们花莲玉里经由去年九一八地战之后 重新再往前踏出一步 未来展示高飞 OKRUN爱在玉里公益路跑 分为5K优火组 10K猎人组 与21K勇士组 现场还有亲子嘉年华 设施在地美食市集 亲子闯光活动 圆明表演 工艺服带抢购等精彩活动 并在九一八地震满周年前夕举办 要为玉里乡亲打气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